北京市近期出现诺罗病毒疫情 多个学校或幼儿园的儿童出现呕吐症状 疾控部门承认该病毒可通过飞沫等传播 目前已经波及北京市多个小学校 广东东莞市育员工业有限公司工人和主管今天表示 经历十多日中国大陆近20年来最大罢工潮后 鞋厂上万名劳工周六期陆续回工厂上工 全球首座位于香港尖沙者的六四纪念馆 将于今天下午二时举行开幕典礼 下午四时至七时正式向民众开放 纪念馆占地74平方公尺 设有展览区图书室等 陈列1989年天安门名誉相关文章照片和影片 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称 希望纪念馆保留过往中国名誉的记忆 并延续中国的民主之战 准备迎战特斯拉电动车进军中国大陆之际 大陆电动车大厂比亚迪公布第一季财报 比亚迪受到传统汽车业务下滑 公司第一季净利比去年同期暴减89% 减人民币1196.6万元 约新台币5898万元 手机净利大减近九成 新台电视整理报道